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闷声干大事 被柏林电影节官博关注 一个真的 两个高仿 王一博新电影上映之后 引发了很多黑粉的狂欢 这一天其实也是大家在此之前就预料到的王一博 如今的热度和流量越来越大 自然也会被更多黑粉盯上 同期会有很多的竞争脸 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争议 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是 很多黑粉变得更加明目张胆 肆无忌惮 在对电影输出一些恶意差评时 甚至都不加掩盖 好在王一博身边一直有力挺他的粉丝和所有信任他的人 这部电影的上映对王一博有着很特殊的意义 原本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他在黑粉的攻击之下 他也变得更加有压力 因为黑粉的攻击不仅会影响王一博 还会影响电影 电影是全体工作人员共同的劳动成果 导演一直都非常信任王一博 自始至终都在鼓励他安慰他 陪他一起站在黑粉的对立面 甚至在风口浪尖之时 公开宣布将与王一博有第二次的合作 这对于王一博来说 绝对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面对这么长时间以来 各种抨击和莫名其妙的恶评 王一博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也没有试图反击 这是王一博一贯的作风 他不喜欢通过言语反击 每一次都是靠行动 近日 有网友发现柏林电影节的官博 关注了王一博 细心的朋友还会发现 柏林电影节的官博 共关注了三个中国的账号 而这三个都是与王一博相关的 其中一个是王一博 另两个是王一博的高仿账号 柏林电影节在全世界都是比较有影响力 能够关注到王一博 也说明他的作品值得认可 这一段时间关于王一博的争议有很多 其中还包括大家讨论的绝望的文盲 之前的贺岁当有多部电影陆续上映 很多艺人也都在采访的过程中回应了 关于影片的一些看法 王一博在路透或者采访的过程中 也接受了很多提问 在电影圈王一博算得上是新人 对于很多事情 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表达方式 目前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信息有一部分 确实是真的 但也会存在一些偏油加醋的成分 致使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理智的人都会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这一次对于王一博来说是一次考验 同时对于他的粉丝来说更是一次考验 作为电影圈的新人 王一博这一次新电影的阵容确实比较强大一些 合作的是影帝 还有一些演技派演员 相比较之下 他的演技确实会略显生涩 新人应该受到更多的鼓励 毕竟从合作伙伴中的采访中能够看出 大家对王一博的评价都非常高 都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演员 对于任何艺人都一样 网友们不应该通过网上的留言蜚语去认识他们 而是多去看他们是如何做 如何说的 清醒的粉丝都知道王一博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他的热度和人气也注定要面对更多流言蜚语 只要王一博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和身份 他就是值得被爱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